你好,欢迎收看4月30号大台东地方新闻,我是瑞慧 迈入第9年的台东县艺文盛世台东艺术节5月份正式开跑 今年度总共邀请到12个国际级的表演团队要带来12档的精彩节目 30号特别召开记者会,也呈现了4段精彩的表演片段 现场饶庆林也邀请民众一起购票入场来亲近艺术拥有全世界 由台东县政府主办的年度艺术盛世台东艺术节 今年度将于5月24日至11月21日带来12档精彩绝伦的艺文节目 30号的记者会中,四段精彩的表演也抢先曝光 分别为国光剧团带来传统戏曲《陆文龙》《少年绅士的困扰》 王毅基金会带来邓丽君怀旧音乐剧《何日君再来》 爱乐剧工厂所打造适合儿童观赏的武侠音乐剧《小杨丸点名》 和故事工厂首次带来的口技喜剧《变身侦探》 主演《前军贤及陈大天》更使用独特的口技演出 介绍饶庆龄县长出场 让饶县长大赞好有创意 说了该不会是新上任的县长吗 对,就是那位充满文艺气息的县长 各位朋友们,你听县长要来咯 是坐火车来吗 火车来咯 火车怎么飞上天啊 那是因为现場用搭热金球 而且他还带着所有义文团体登入台中 让我们欢迎我们台东的大家长 刘吉林县长 很有装衣 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 四个今天来表演的单位 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 这一次今年台东艺术节 总共有12个单位 今天有7个表演团体 都派代表来了台东 我们非常地感谢这9年来 艺术节一年比一年当期还精彩 如果没有在地我们社团的帮忙 大力地推广 我们的活动也不可能顺利地演出 在这里要感谢大家 我们9年来看到 其实慢慢地累积一批忠实的粉丝 都急着要看今年台东艺术节 到底有什么特别的人要来购买 我们再一次的预祝今年的票 都能够立刻玩受 立刻玩受 让我们台东乡亲能够有一个 非常丰富的台东艺术节 谢谢大家 2019台东艺术节邀请到 具有国际级水准的表演团体 分别带来戏剧 舞蹈 交响乐 音乐会 音乐剧 儿童马戏 相声 等12场精彩演出 台东艺术节 相亲可洽台东县政府文化处 欢迎民众多加关注 记者江碧任台东市报道 稳请 发展